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请张教授来跟大家聊一聊 目前已经露出曙光的 还没有最后确定的中美贸易谈判 张教授 我看到美方有一个评论 他说特朗普现在看来他这次贸易战通过了一年的时间了 从去年三月份到今年的二月底也就一年的时间 大家基本可以看到他有三个诉求 第一个诉求 他要和中国之间要把长期以来的这种贸易不平衡 他要解决的 起码你不能每年都是三千亿的对我的贸易顺差 你多买点 我也多卖点 咱们把这个数做得好看点 起码到我2020年选的时候 我能跟美国老百姓说 我改变了几十年来长期无法做到的事 第一个诉求 第二个诉求 我们总统想的就是说 我税改也好 我国内的各种政策调整也好 是希望制造业或者说其他公司能够回流美国 对 而且我们总统给出了美国企业 在海外 你们钱拿回来 我不罚你们 我给你交个百分之五税 你们就可以合法拿回来了 你看Amazon不是拿回来了吗 这个苹果公司也拿回来了 他就希望大家说 拿回来 第三个诉求 他就希望说 在科技上能让美国持续保持世界的领先地位 甚至像军事一样能跟像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 能保持一个一代到两代的差异 这是我们总统的三个诉求 您认为 这场谈判当中 我们总统如果以这三个诉求作为一个谈判的目的的话 我们总统能够达到 能达到吗 我想他不可能全部达到 因为这有的东西是牵涉到彼此的 对 没错 你可以努力 我说 最近你第三讲 美国希望保持科技上领先有20年 其他国家说 凭什么 凭什么 这是公平竞争 对 他可以想尽办法保持领先 所以这是他的意愿 那么你刚刚在上一节的时候 你刚刚提到商业不要过度政治化 这点我也同意 可是呢 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两国大国的竞争 这个整个竞争里头 商业竞争肯定是政治的一部分 但是在谈判的技巧上面 你不要把它犯政治化 因为犯政治化对你未必有利 那么当然不可否认的 美国方面有他也要想把政治化的一批人 中国方面可能也有 可是从现实情况来看 我同意陶温钊 陶教授 我跟他也认识 他的强调说不要太政治化 所以这点我是同意 如果把事情简单化的话 容易解决问题 没错吧 问题是解决问题嘛 那么你刚刚说美国人 贸易逆差我相信可以达到 按照最近华尔街日报讲的说 中美谈判的一个什么 这种memorandum 彼此之间的备忘录 他讲说第一点 就是中国的两国同意实现 5%的互惠关税 最终实现零关税 其实这也是美国在 这也是长期诉求了 美国对欧洲也讲下去诉求 他下面对日本和欧洲谈判 也同样诉求 对 这给川普谈判 川普谈贸易问题的时候 并不是针对中国 德国 墨西哥 加拿大都打 他只是有些地方 他compromise多点 有些地方compromise少点 所以有点不平衡 从他而言的话 基本上还算比较consistent 是 没错 这个比很多的美国人 很多政界人物要更 起码没有变来变去 就是比如说还比较公平 一事通人两个 所以美国中美贸易的 你刚才说贸易逆差的问题 我相信贸易逆差的问题 两边表示意愿要减少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解决 因为中国也想 那么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要买一些东西 美国你说什么的卖不卖呢 下面一条很重要 中美两国实现知识产权的互认 这就前提到科技上领先的问题了 因为知识产权 老美现在民间政府 智库一起敲战鼓 就是说中国在过去 怎么偷了美国的 偷东西 其实第一点我相信不合法偷东西显然是不好的 那有法律规定 你可以找证据就处罚 但第二点 国与国之间的 所谓偷机密 从古都可以就有 你讲说 这个几百三百多年前 欧洲本来不会做磁器 后来会做磁器 就是把透过那个传教士 把这个中国的 意大利磁器做的比中国都漂亮 做技术把几百年偷出去 甚至包括丝绸 所以你现在偷这个偷的问题是说 怎么说呢 技术一发生了以后 就很难避免 技术永远的不被传播出去 而且我们美国这个技术专利也是有实现的 也不是forever 不是我说我这说 非法的偷窃 很不合法 法律层面处理 该怎么处理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 大家都有共识 这个点解约 所以那么如果中国 美国实现知识产权的 互相承认 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当中国也在 像5G的技术 中国有很多很多的知识产权 对中国也有利的 那当然了 中国以前在跟的时候 可能觉得这个事情 要拖一拖 现在如果你想到领先的话 你在创造知识产权的话 你保护你的 所以这个玩意儿可以解决 第三点说 中美双方 这点很重要 就是除军事和金融和政府公众事业外 中美双方许可在对方境内 自由展开经济业务 并享有和国内企业同等税收产业补贴 这种权利 这就牵涉到你说 这种对国内企业的补贴 可是这玩意儿的话 我觉得对中国讲也是好 也不会是坏事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很多产业 像华为了 现在美国封锁 封杀很厉害 不但美国封杀 西方也封杀 美国希望联络更多的西方国家来封杀 如果大家同意说 在这种方面可以彼此的开放的话 那么对于科技上的 对中国对美国高是好事 也有助于减少贸易逆差 为什么 现在中国有很多东西想美国买 美国不卖 如果把这个解禁了以后 贸易逆差也会减少 而且目前从目前看 在贸易战发生之前 2017年的时候 中国对美国的投资 已经超过了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了 所以这对中国来讲也是一种保护 那么我觉得他另外讲 如果我不知道这是事实 这个这是报纸上讲的东西 但是如果是事实的话 就回到你刚刚讲 虽然必须讲对中国有利 那么中美贸易在五年之内 OK 消除 这以前已经讲过了 五年之内 中美贸易逆差消除 那么消除就前世上 买跟卖的问题 对 你现在限制 现在讲了 第六点讲说 中美在坚持互合作 解除任何的销售 购买技术任何限制 这点很重要 这点是中国希望要的 这是中国希望的 那么美国也要想赚钱 也想说卖 因为美国能够卖这些技术 它就赚钱 贸易逆差就可以很快降低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说 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 将来人民币的 在五年后实现了自由汇率 这个短期讲 这点当然中国要比较小心 为什么搞金融的那种袭击的话 没有人比美国搞 美国现在是世界的祖宗 可是也不要忘记 这个中国人其实有一个长寿 中国人学得快 学得快 那么中国在还另外讲说 美国最大的一个国家的 现在真正能够在国际上纵横 没有什么最大力量 就是美国的金融力量 美元的 那么这基础是美元的 全球美元的 人民币汇率自由化 不可避免的就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 这是必然的 那么人民币的国际化 就在这方面的话 中美之间的这种不平等的差距会减少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如果说这个备忘录是事实的话 那我同意事严比起的讲法 中国呢 事实上是得到了很大的 他所需要的 没有牺牲他很大的 确实也许五年后 人民币完全自由交换 因为现在是在资本项目下 人民币是不可以自由流动 自由交换的 但是呢 以后如果开放的话 到底会变成什么样 那就要看中国以后的监管状况 只要你监管的到位 其实呢美国08年金融危机 不是必然发生的 是因为美国完全把银行法废掉以后 张教授曾经在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谈过 当时的Elizabeth Warren 和当时已经过世的 阿尔州的三议员 John McCann两人 曾经要求重新reinstall 美国的银行法 最后克林顿拒绝嘛 所以如果说银行法还在的话 其实2018年的金融危机 不一定会发生 换句话来说 开放不一定 一定带来金融危机 是 现在的问题 美国有很多真正的根本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看美国的宪法 美国的立国精神 美国当时是一个非常革命的国家 当然了 这是人人造反 听到这个 他为什么人与老百姓拥有枪嘛 就是 你看到美国的 可以造反嘛 美国的宪法 他就是保证 那这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 对 那么所以美国 你讲得很好 所以美国今天的问题在哪里 美国在经过两百多年以后 这个基本的累积 各种原因 就是金融阶级 它是一支独大 它现在已经是完全的违背了美国想 就是monster 它控制的 它用钱控制的各行 美国的各种所谓原来的三权平衡 还有第四权的新闻权这些东西 现在这些人都是我给钱 所以我是老大 你看看所有军门机构都是大企业在后面 都是我 企业靠什么 钱 对 那钱都靠我金融弄的 所以到最后 真正老板是我 对 我记得我要跟大家讲一个 我记得我在公司的时候 我的Vice President跟我讲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公司 就是要为Shareholder负责 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华尔街服务 你想想 华尔街有多大的势力 我们是个医药公司 跟华尔街有什么关系 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下